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3 今天的标题 答请啊 CSS的基础语法 什么意思 咱们要用CSS对网页进行渲染嘛 对不对 该怎么渲染 需要有一套标准的语法 那么今天咱们就是来讲解一下 最基础的CSS的语法 好 咱们看一下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CSS样式单的写法 第二 为咱们网页中的HE进行着色 好咱们看啊 下面这个index这个html 就是咱们上一期的内容 今天呢 咱们要对这个HE进行着色 该怎么做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 这个CSS样式单的写法该怎么写啊 大家请看 我这给您准备了一个 大概的一个示意图 咱们看一下啊 比如说 咱们在网页当中有这么一个HE的标记 可以吧 那内容呢 叫做CSSN入门与理解 可以吧 咱们有这么一个标记 那么咱们怎么对这个HE的标记进行着色呢 大家看一下 我右下角 下面呢 这个呢 其实是对HE着色的CSS的写法 我给您说一下这个大概的语法的这个结构 首先大家看这个地方 HE 什么意思 它呢 是选择器 它意思就是说 我针对于网页中所有的HE的标记 就这么意思 换句话说 我这样一写 就对网页中所有的HE的tag进行着色 进行样式的赋语 没问题吧 所以说我在写样式单的这个 首先上来是要写选择器 我对哪些个网页的内容进行加样式 进行样式赋语 没问题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选择器 我这个选择器选的是HE 那换句话说 是网页中所有的HE的标记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CSI语法HE的选择器之后 如果我选择到了 那么接下来是个大括号 这大括号里面 就是对我选择的这一批内容 进行赋语样式 怎么赋语 大家请看 我这写了叫做颜色等于红 这就是样式的定义 怎么写 大家请看这地方 是前面是一个属性 然后加冒号 后面是一个值 因为这个样式单中有多如牛毛的属性 有颜色 有字体 有这个加粗加细加线等等 各种各样的多如牛毛的属性 但是赋语的值呢 在写法都是完全的一样 就是前面 这个地方 是你要对这个样式的这批元素的某个 哪个样式进行哪个处理 像我这个是说 对这个HE的颜色 这个属性 这个样式进行处理 处理成什么样 冒号我们写上 把这个颜色复成红 然后写法式 大家请看 样式单 然后呢 冒号 复语的值 最后是一个分号 来代表着这一个样式的结束 比如说我还想再复一个字号 行不行 没关系 你再另一行 再写上字号 比如说 我在这给你写一个吧 比如说 咱们再写 Found 我这对齐 哎呀 我这没对齐 这个确实不太好 Found size 然后呢 再给它起上一个具体的值 比如说 咱们又写一个新的样式 我把这个稍微的往下挪一下 好 咱们看 我一开始叫color等于红 没有问题吧 这是一个样式 另外呢 我让这个 它的字号等于14 咱又写一个样式 哎 这样呢 换句话说 我这个呢 写法就是来代表 为这个选择器的这一批内容 进行两个样式的复制 没问题吧 OK 让我color再把干力调回来 好像我这个 一动的话 整个这个画面就都崩掉了 哎 这样的话 我再给您说一下 这个总结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 咱们要对画面上的某些个内容 进行复制的时候 首先需要一个选择器 来说明 我对哪些个内容 要进行复语样式 没问题吧 OK 选择器完了之后 跟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 就是对我选中的这一批元素 进行复制 复制的格式呢 通过这种属性冒号 然后是值 再加分号的方式 进行复制 OK 咱们明白了 CSS的复制原理的话 那咱们再回到 咱们的这个页码当中 就能够明白了 大家请看 这个呢 是我上期给您准备的 标准的html文件 今天呢 咱们如果给H1复制的话 该怎么复 按照刚才的理论 大家看 我在样式当 样式单当中 写上H1 没问题吧 然后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呢 写上各种各样样式 颜色等于红 没问题吧 OK 咱们就试一下 这个样式单的复制 Let's go 试一下 index.html 好 然后拷贝上index 好 现在马上运行 今天是lesson3 lesson3不讲话 lesson3 你说英文就全说英文 好 点一下 大家请看 什么都没有嘛 对不对 OK 我现在要对H1进行 赋予样式的话 该怎么做 用下面这个地方 样式单 H1 选择网页中所有的H1 然后给它赋予一个红色 然后放到什么地方 放到style里面 这个地方呢 是存储样式单的位置 好 进行对齐 好 这样的话 咱们网页中所有的H1呢 就都变为了红色 看看是不是啊 F5刷新 大家请看 变红色了吧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样式单起作用了嘛 对不对 OK 这就是简单的样式单的复制 另外 我在给您说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地方 叫做什么 叫做覆盖样式 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我这个写法 我在这个H1里面 我首先写个样式等于红色 同时我又写了样式等于绿色 这个时候 该怎么办 冲突了吗 对吧 冲突了 该怎么办 这是根据不同浏览器解释的方法 不一样 有的浏览器呢 是解释第一个遇到的 有的浏览器呢 是解释最后一个遇到的 Club呢 它是理解为最后一个遇到 就说 你有这么多个color 我呢 按照这个最后我读到的color 进行解析 好 咱们看一下结果 Go 大家请看 Club它解释出来的是 我最后一个color 所显示出来的内容 不过在这个地方 我为了就是说 让这个更浏览器 都更好的显示您的样式 您在写代码的时候 一定千万注意 不要把同样的属性写多遍 让浏览器产生奇异 咱们比如说 要给color复制 要给h1个做color属性 咱们就给一个 千万不要给多个 好不好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如果给多个的话呢 是您代码的bug 您理解为是代码的bug就可以 为什么 因为一套样式 咱们只有一个样式属性 对不对 写多个 没有必要 没有用 OK 好 接下来咱们再试试啊 html标记直接渲染 为什么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是指定了一个样式 对不对 然后呢 h1 然后进行h1的各种各样的样式渲染 直接渲染是什么 是说我在这个body的内容体当中 就直接给这个内容进行渲染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就这样做 这p标记 我在p标记里面 我加上一个style属性 刚才的style是什么 是标记 对不对 是tag 现在不是了 是一个style属性 这属性里面 我直接付一样式单 那么同样生效 咱们试一下 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到咱们网页当中 放到什么地方 放到这个地方 我给p里面所有的内容 都赋予一个颜色等于蓝的样式 但这样的话呢 里面的内容就都变蓝色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咱放到上面也行 然后在这个网页中直接写也行 但是大家注意 我直接写的话 是不是这个网页的代码量会很大 那么咱们应该保证 网页中共通通用的部分呢 咱们应该提许成样式单 写到上面 甚至说放到其他文件当中 共通管理 对不对 好 咱们现在试一下 我直接写到p tag里面 会不会显示出来呢 注意看 够 大家请看 下面这个颜色是不是变蓝了 没问题吧 OK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这种写法呢 能够直接对某一个元素 进行样式的复制 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GIS的最基础的 样式复制的语法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所以您来说呢 接受肯定很快嘛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做的内容了 今天我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优趣 包括我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